视频赛男双的第二轮 我们知道 年轻 也是双打的顶级运动员 霍尔呢 霍尔是早在 连贯性比较强 那可能是 马龙和 一个卖点 我觉得亮点 第一是这个 他们跨不配对 好球 好球 小心 单打的角度来讲 还是需要一种 配合和默契 那么从过 平时还是没有机会 我们就看他们 大家 好球 跳起来 漂亮 保持这个水平是 的确是乒乓球的 天赋很高的运动员 是大家的这种配合以后 产生一种默契 打过 那没队过吗 他们可以说 所以呢对他他们两个这种 这种配队呢 那个表情就怕发残了 或者发高了 这有时候就慢慢失误 棒了 这个时候反拉几乎板板成功 拉起来 马龙进攻 波尔不完 马龙继续 在男子双打 第二轮的比赛 第二轮比赛 也就是64个位置 不是128 128只有单打和混合双打 我觉得黄远也是说在这个强弓上面 波尔的队员呢 对方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可能对总教练刘姑娘来讲是 很矛盾 对 他是最强谷从亮点的角度 从真实 而且智产球 你看今天我们看到的媒体 那么多人来关注 那我想呢 但是 大家介绍了 国际拼联这一项伟大的壮举 我认为是从世界乒乓球发展的角度 为什么只显示了一个德国的这个标识 那么 但是在我记得13年14年的时候 世界比赛 很多国家的教练员 最后 国际拼联决议通过了这项 决定 我都显得既 既很想拿一部的两人去磨合 得分的东西不多 得分的东西不多 也表示他们很愿意和中国队来配对算他 另外一个很微妙的感觉 所以两个跨国组合 获得世锦赛单向冠军 包括衔接 相持 进攻 整个发挥 所以我觉得首先他心要定下来 该斗短的时候斗短 该 该打成了 没希望这场比赛你就会一败到底 只有重新打通一条路 所以 漂亮 看到不到 就是靠一种感觉 一种灵感 别在一个角 一种自信和情绪问题都会受到影响 最高选拼 这个一面有两个人的配合 单了 有一个最基本的 你的单打 那起跑线来看看第四局 是放 因为你直拍啊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展示的 比如说你的揭发球 应该是站主导的 没错 应该是 但是今天水星没有出来 高出一筹的 所以刚才 哎好球 第二个补嘛 都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你不要一会的动 有时候不行点再摆 摆完 他们 因为这个双没法解决 双打就一板球 豁出去就完了 前三下 他也能控制那个进攻 对吧 后面有几颗 撕起来 领起来 我屁屁缠的 对 其实赶很容易出状态 调打 你看这手球 横排有力的地方 能够积极发动的一些技术 好 好 你本身就是说你整体实力稍微差一点 那你可以稍微凶狠一些 你比如说来又想保一点稳一点 那这个球可能就很快被季柯和许欣追回来 他们前面是老老白短 只要一白短他连着他能擅守控制 我们看这一局 谁究竟能够先看到 希望就是在第五局 第一球 好 ób 最好的表现 第一板过去以后 机克和许兴就开始上选了 这一板上下过去的时候 这俩对 简单的简单选球 打上选球实际上 这个硬气 这样就跟上了 这已经抓到了 过来 带来一场值得回味的比赛 就是成功了 旋转得分 取芯能够晋级 能够补板 所以他回球的质量不可能太高 马龙能不能承担主要的力量 对方 这两太高了 好的 最紧张的一个比分上 很想要有可能容易有软 好的 马龙拉住 好 好的 漂亮 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呢 是中国的许新和张继科 在0比2落实的情况下 连拿了4局4比2 战胜了跨国组合 马龙和波尔 但是黄领队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 对 对 这样 谢谢大家